大家好,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今天要给你解读的书叫做奢侈,你对奢侈品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那些摆在货架上的傲娇包包吗?还是一群欧洲老工匠,戴着眼睛,戴着皮齿,一针一线传承百年经典,又或者是走红毯,走秀,走红毯,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在很多人看来,奢侈品都是一种很高端很昂贵的东西。 但是今天要给你讲的,却是一本奢侈品,这本书的作者戴纳托马斯是一位文化与时尚方面的资深作家,在过去的几年里,他为华盛顿邮报和时代杂志巴黎分社提供时尚报道,同时也为纽约客、纽约时报、时尚巴沙等知名媒体撰稿,可以说,戴纳托马斯对整个时尚产业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与研究。 十年来,这本书一直都是时尚圈里的精英们的必读之书,他又没说要给你列什么明星的铜款,一定要买。 一方面,他讲述了奢侈品从王公一步步走向大众的历史,另一方面,作者初入秀场奢侈品工厂,向我们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甚至是黑幕。 所以,这本书被称为第一部揭露奢侈品黑暗的书。 下面,我们将从奢侈品的贵族化和大众化两个阶段,来揭开奢侈品背后的秘密。 首先是奢侈品诞生的阶段,让我们回顾一下奢侈品发扎史。 这个时期最典型的特征是贵族化,人们普遍认为,奢侈品品牌的创造与制造都是由欧洲古老的皇室成员组成的,尤其是法国宫廷。 300年前,时尚产业在法国全盛时期诞生,国王陆毅十四是特别喜欢漂亮的衣服,每天起床穿衣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宫廷时装秀。 路易十五最喜欢的就是香水,他把鸽子泡在香水里,让鸽子在宫殿里飞来飞去。 到了路易十六时,国王亲自下场研究工匠的技艺,我们也许听说过,路易十六是个沉迷于艺术和建筑的人,他最初是受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影响的。 卢梭和艾米尔,卢梭提倡自然主义教育,认为每个人一生至少要学一门手艺。 到了后来,路易十六是对朝政不闻不稳,一心扑在手工上,可想而知,那个时候的法国人是多么的忠实手工,技艺高超的工匠受到了王室的推崇,这就导致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奢侈品品牌的诞生。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路易威登、爱马仕、卡蒂亚,这些都是18世纪的工匠们,为王室打造的精美工艺品,他们以自己的手艺为荣,追求完美。 如果我们做出了什么,啊,粗制滥造的东西,那就太丢人了。 其中法国最著名的奢侈食品当属路易威登,路易威登于1821年出生于一位农夫兼墨房工人之家,十四岁时。 他不行两年来到巴黎,在行李箱作坊当学徒,在蒸汽机普及之后,法国贵族们最喜欢的就是坐火车,人们外出旅行,一句就是几个月,最多的时候要带50个行李箱。 但是老式旅行箱是半圆形的,箱带结构十分简陋,不是在颠簸中跌倒,就是把衣服弄皱了。 聪明的路易威登公司设计了一个平邻旅行箱,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行李箱一样,上面还加了一个打包裙,典型的欧洲贵族都是宽松的蓬蓬裙,里面的衬裙层层叠叠,很难整理。 路易威登的行李箱就是专门为贵族设计的,这个新发明,立刻在巴黎的上流社会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了贵族们出行的首选。 路易威登是拿破仑三世皇后欧伦尼的运用箱包师,专门为她打包裙子制作行李箱。 1869年,欧伦尼皇后带着62个路易威登行李箱前往埃及,引起了欧洲各国王室和各国君主的效仿。 路易威登品牌从此一飞冲天,路易威登虽然是法国奢侈品的骄傲,但同样也是一段耻辱的历史。 1940年,纳粹德国大举入侵巴黎,许多奢侈品店,包括像奈尔,纷纷关门避难,德国人曾14次企图摧毁法国奢侈品产业,目的是要把这些大品牌迁往德国,从而取代巴黎成为柏林的时尚之兜。 但是当时法国女装协会很自信地表示,啊,你想怎么样都行,但是巴黎的高级时装店是不会搬迁的,高级时装如果不在巴黎,那就不是高级时装了。 于是,法国所有奢侈品牌都被纳粹关闭了,只剩下了路易威登,他不仅开了一家专门生产政府宣传品的工厂,而且还大量生产法国纳粹傀儡,被当元帅的半身像,被当政府为了奖赏威登家族中心耿耿,给他们颁发了勋章。 二战之后,奢侈品行业经历了原料短缺,工人失散等困境之后,才逐渐复苏。 但是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昔日的王权贵族已经没落,战后世界的阶级等级被抹平,普通人的自由收入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仅仅满足那些名流的需求,已经很难支撑起传统奢侈品的生存与发展,比如法国高级定制服装,1943年有两万多名顾客,1970年锐减至两千名,1990年仅有二百名顾客购买。 与此同时,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坚持手工作坊生产几乎无法生存,奢侈品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而是放下了自己的身份,从贵族变成了大众化,并且喊出了人人都能拥有的口号。 于是,奢侈品分成了三个阵营,向大众市场发起了进攻,第一步,就是明星带火,借着明星的力量,宣传自己的品牌,在我们今天看来,明星和奢侈品是有联系的,但是在早期,奢侈品是不会把明星放在眼里的。 迪奥的创建者克里斯汀·迪奥认为,从美学角度来说,活着的贵族要比舞台和荧幕上那些拙劣的模仿要高级的多,在此之前,整个巴黎的高级女装界和好莱坞的关系都很冷淡,唯独贝尔基范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潜力,抓住了奥黛利赫本的机会,几乎包含了赫本电影和生活中80%的服装,其中,蒂凡尼中的小黑裙,黑白相间的晚礼服, 都成为了经典,纪范希还说服了赫本唯一款名为禁忌的香水拍摄广告,赫本还慷慨地让纪范希以他的名字出现,帮助他从一家小型高级女装店发展成为全球第一个知名奢侈品牌,从那以后,各种捆绑明星的手段就层出不穷了,最成功的就是阿玛尼的奥斯卡红毯,甚至还有一次是阿玛尼的颁奖典礼,几乎所有的礼服都是从阿玛尼拿来的, 当麦当娜身谈Gucci服装出席MTV颁奖礼时,Gucci的销量立刻飙升,当戴安娜和王菲拍到一个迪奥包包的时候,这款包包卖出了十万件,光是这个包包,就让迪奥在全球的营业额增加了20%,为了抢夺明星资源,让自己的产品出现在红毯上,奢侈品牌每年都会给明星们送一份大礼包, 也就是所谓的赃务奥斯卡,每一位颁奖嘉宾,都会得到一大堆礼物,明牌手表便携式放映机,价值几十万美元,明星造型师也会主动索取贿赂, 比方说,有个造型师要求某奢侈品牌给他做西纸手术,品牌出钱后,造型师负责的明星就穿着这品牌的衣服去了奥斯卡, 明星们也参与了索会,从要衣服、鞋子、珠宝、礼券,再到直接给银行转账,谁出的钱多,谁穿谁的衣服,2005年金九奖颁奖典礼的最后一刻, 两位明星用肖邦的锤钓式耳环和耳环换下了海瑞温斯顿的珠宝,这已经成了好莱坞的潜规则, 仅仅把目光投向好莱坞只能带动西方消费者,这还不够,接下来奢侈品市场要向全世界进军, 而第二波的动作则是跑马圈地全球化占领消费市场,也许你已经想象到了中国人在免税店里打的不可开交的场景了, 但真正把奢侈品推向全球的,却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 日本经济腾飞,涌现出大量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想要过更奢华更张扬的生活, 一项调查显示,85%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拥有一件十米开外就能看得见logo的奢侈品, 是日本人心目中最能彰显身份地位的必需品,你能想象日本人有多疯狂的奢侈品吗? 2006年,世界上一半的奢侈品被卖给日本,40%的日本人拥有路易威登, 如果把研究对象缩小到女性,这个数字就会上升到92%,有些人不在家做饭, 就是怕自己的奢侈品沾染上烟火器,有些人出门拎着按马仕的时候, 还会用丝巾包入手心,防止手心出汗,弄脏包包,然而,面对如此狂热的消费需求, 日本国内的奢侈品资源却十分匮乏,中间商要以零售价的价格去欧洲购买奢侈品, 再在东京的商场里卖出三四倍的价格,日本人的疯狂行为使奢侈品品牌首次一时到新兴市场的巨大潜力, 1978年,路易威登公司在东京大阪同时开设了六家专卖店,标志着奢侈品行业走向全球化, 东京的货物比巴黎要贵2.5倍,这是因为汇率和政府的限制, 为了平衡市场,路易威登推出了浮动价格体系,使得日本的价格立刻下降了一半, 结果,这六家店在第一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580万美元, 震惊了整个行业,路易威登在法国的营业额只有1200万美元, 而在日本,两年的时间里,他的营业额翻了一倍,达到了1100万美元, 很快,日本人不再满足于国内消费,日元走强也催生了出国购物的热潮, 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夏威夷,离日本并不远,为了赚日本人的钱, 香奈尔和路易威登等知名品牌,瞬间把夏威夷这个民风淳朴的地方变成了奢侈品集散地, 家家户户都要用日语导购,一夜之间,夏威夷的几个品牌就成为了全球销量第一, 路易威登公司还率先改变了免税产品交易模式, 即将免税店从机场、港口、航班、客轮转移到城市中心平登机牌购物, 成功地赢得了日本人的钱包,奢侈品走向全球化的脚步一发不可收拾, 当路易威登于1995年在上海的南京路开店时, 中国人仍然把自行车推到大街上, 但高管们早就认定,中国市场,才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市场,果不其然, 如今中国人几乎占据了奢侈品消费的半壁江山, 现在奢侈品进入了好莱坞,占据了西方市场, 又在日本占据了全球市场,这让奢侈品的生意越来越好, 但是却是群雄逐鹿,各大奢侈品巨头都想要一捅天下, 于是,他们又开始了第三波动作,从集团化,变成了寡头垄断, 一般来说,品牌的创始人都是工匠或者设计师, 他们的技术很好,但他们并不擅长管理, 所以他们很快就会被那些擅长商业运作的人所取代, 很快,奢侈品行业就出现了几大集团瓜分天下的局面, 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家,一家是瑞士利丰集团, 旗下旗下有卡蒂亚,登写露,万宝龙,法国开云集团, 旗下拥有Gucci,圣罗兰,巴黎世佳等等, 第三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集团,法国LVMH集团, 它最初由路易威登和明月酒夜品牌轩尼士合并而成, 目前已拥有50多家国际品牌,包括迪奥,纪范希, 萨林,宝格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帝国, 是由一位名叫伯纳德阿诺特的集团总裁一手创立的, 排在2019福布斯富豪榜第四位的是贝索斯, 比尔盖茨,巴菲特,只有奢侈品行业才能让你赚大钱, 阿诺特掌管LVMH集团30年, 共收购62家,被誉为奢侈品行业的拿破仑, 他还把奢侈品行业从头到脚都改造了一遍, 比如阿诺特在路易威登的时候就找到了马克雅各布斯, 当时他才30多岁,雅各布斯的风格很新潮, 他曾经设计过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 被时尚界戏称为垃圾, 怎么看都不像是路易威登的风格, 结果,雅各布斯的设计赢得了巴黎时装周的成功, 尽管这些高端女装仅占路易威登明页的5%, 但作者认为,这些高端女装更能吸引眼球, 这正是阿诺特想要的, 他引用了迪奥创始人克里斯汀迪奥的一句名言, 时尚评论的价值并不在于他是否被贬低, 而在于他是否出现在头版, 而迪奥的设计师, 则推出了一款由报纸制作的服装, 灵感来自于流浪汉, 毫无疑问, 阿诺特的这一举动,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也吸引了一些老客户, 比如像奈尔, 一位迪奥的终身主顾告诉笔者, 在迪奥时装秀上, 他看到了法国第一夫人希拉克, 和前第一夫人克劳迪彭匹度, 两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但新一代顾客涌向LVMH旗下品牌专卖店, 首带香水销量翻了三番, 一位美国民怨说所有东西都卖给大众, 你走进机场去买一副迪奥墨镜, 感觉有点奢侈品牌的魅力, 对传统品牌风格进行改造的, 远不只是路易威登与迪奥, 就拿1995年来说, Gucci就抛弃了官装贵族的形象, 重新塑造了一种时尚性感的风格, 很多时尚编辑和零售商都说, 好极了, 但是他不是Gucci, 可是那又如何, 大众对此深信不疑, Gucci的营业额从1994年的2.64亿美元飙升至1996年的8.8亿美元, 至此, 奢侈品已经完全由贵族向大众化转变, 然而, 作者认为, 伴随这个过程而来的, 奢侈品不再是创造精美艺术品, 而是赚钱, 尤其是集团一旦成立, 就需要通过上市来筹集资金, 股东们不在乎什么工匠精神, 他们在乎的只是利益最大化, 接下来, 让我们跟随作者走进这两类奢侈品的生产车间, 看看他们是如何创造高利润的, 香水和包包这两类奢侈品, 香水是奢侈品的代名词,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贵, 香水在奢侈品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般的消费者买不起一件20万美元的礼服, 但是65美元的香水, 他们还是能买得起的, 香水是奢侈品旗下最好的产品, 几乎所有的品牌都有自己的品牌, 利润丰厚, 为什么这个廉价的香水, 会有这么高的利润呢? 首先, 现在大多数奢侈品牌, 都没有生产和销售自己品牌的香水, 安瓦尼, CK, 吉尔桑达, 马克, 雅各布这些品牌, 都是授权给日用品或者化妆品公司生产的, 比如洗发水, 洗衣粉之类的, 不过你可能不会在意, 毕竟香水是奢侈品, 能让我们与众不同, 就像广告里说的那样, 某种香水, 像高跟鞋一样性感, 或者某种香水可以使你置身于爱情的芬芳中, 但是奢侈品的大众化, 是一种失去高端和个性化的过程, 按照作者的说法, 所有的香水都是一模一样的, 比如这款香水, 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的, 说这款香水要有女人味, 让女人看起来干练又温柔, 适合欧美市场, 但对亚洲市场来说, 却是最好的选择, 嗯, 应该是新潮的, 但一定要经典, 女孩子喜欢年轻的, 喜欢年长的, 一见钟情, 就像是欧洲流行的阿玛尼, 又像是季范西在中国活起来的那种, 那些授权生产的公司, 一次做事到15个项目, 也就是说, 你买的那些牌子的香水, 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工厂生产的, 生产香水需要新鲜的花朵, 比如著名的香奈儿五号, 它的主要成分是茉莉, 花的品质要求很高, 必须产自法国南部小镇格拉斯的木耳花田, 如果使用其他地方的茉莉, 这种香水的味道就会发生变化, 只有香奈儿和爱马仕这样的顶级品牌能够负担得起, 一般而言, 现在的香水只有10%是天然成分, 其余90%是化学和成物, 作者参观了一家香水实验室, 发现里面有两张不同的柿子, 每一张柿子上都有不同的化学成分, 闻起来像是苦味, 但叠在一起, 却有一种玫瑰的香味, 再加上一种类似椰子油的化学物质, 就能闻到这种香味, 在调香室的眼中, 自然物质和人造物质并无区别, 它们都是结构物质, 为了控制成本, 一些大品牌直接要求不要花, 也要制造茉莉的花香, 从技术上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专家告诉他, 这种花的香味比真正的花还要差, 不只是香水要省钱, 包装盒也要省钱, 一盒香水, 成本只有3%, 包装成本却高达10%, 大品牌总是要求包装公司, 多想想怎么做最便宜的包装啊, 比如把盒子缩小, 把瓶子的边角剪掉, 用4色印刷代替12色印刷, 甚至去掉了用癌保护玻璃瓶的凹槽衬里, 等香水终于包装好了, 商场里的导购员就会给你介绍这款香水, 前调清新, 中度浓郁, 后调回味悠长, 给您带来层次分明的享受, 但事实并非如此, 艾琳娜曾经设计过爱马仕, 卡蒂亚, 安瓦尼, 她告诉作者说, 当你闻香水时, 可以一次性闻到所有的气味, 那么男士香水与女士香水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区别, 就是营销手段而已, 好吧, 说完了入门级香水, 我们再来看一款高端奢侈品, 一款能让很多人欲罢不能的包包, 包包是奢侈品行业的发动机, 跟香水不同, 包包很有型, 一眼就能看到, 尤其是那些标志明显的包包, 更是让人有机会炫耀自己的品牌和公开身份, 奢侈品拥有惊人的利润空间, 大多数都是成本的10到12倍, 而路易威登可以达到13倍, 大牌包包喜欢讲述他们的历史传奇和手工制作传统, 给包包加上奢侈品血统, 但是作者调查发现, 现在已经很少有品牌继续纯手工制作了, 爱马仕是一个例外, 它的美质包包由一个工人从头到尾负责, 制作过程相当缓慢, 以至中等大小的薄金包或凯利包要花上15-16个小时, 大包要花上25-30个小时, 作者表示, 亲眼目睹了爱马仕包包的制作过程, 才明白什么叫奢侈, 什么叫奢侈, 因为大多数品牌更注重生产效率, 入路易威登, 工人们采用流水线生产, 一批可生产20台, 还有Gucci, 工匠们连皮毛的纹路都不用研究, 直接用金属冲压机切割出来, 自1995年起, Gucci所有皮具均采用电脑设计, 1994年至1998年间, 皮具产量有每年64万件, 增至227件, 既然是流水线生产, 那就卖个便宜点,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价格决定了品牌的传奇, 无论工厂日产量如何, 故事总是那100年前的老将头, 一针一针, 百十小时做一包, 最省钱的办法, 就是用工业化的流程代替手工, 更大的秘密是隐藏在奢侈品背后的原产地, 这些顶级奢侈包包一直在宣传自己的产品, 出自法国、意大利, 因为据奢侈品主管们说, 这种工艺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复制的, 可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些包包并非来自意大利或法国, 而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制造, 多数产自广东东莞, 作者亲自到广东一家工厂参观, 在参观这里生产的包时, 他还得向生产商保证不会泄露这个品牌名称, 每一家品牌公司都要求生产商签署保密协议, 规定不能泄露中国生产的产品, 同时, 生产商也可以同时生产不同品牌的产品, 当品牌代表去工厂的时候, 他们不能随意走动, 而是直接被带到车间, 负责自己产品的生产, 这就像是包养了一群情人一样, 让他们不能见面, 奢侈品集团化后, 将旗下品牌捆绑在一起, 放在同一个工厂生产,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结果, 你去商场买了八个不同品牌的包包, 最后才发现, 这八个包包不是一个集团的, 而是同一批工人, 早在2006年, 中国每年就有数千件奢侈品包被生产出来, 消费者却不知道, 几乎没有品牌愿意承认这事, 2004年, 路易威登集团总裁阿诺特表示, 只有欧洲的工匠才懂得如何制造奢侈品, 而第二年, 他旗下的撒令品牌就开始在中国生产, 早在2005年, 普拉达就宣称其所有产品均来自意大利, 但实际上, 鞋皮具早已经在中国生产半年之久, 原因很简单, 因为中国生产的成本要比意大利省30%到40%, 你可能会说, 买之前看一下产地的标签, 不就能分辨出来了吗? 但是你看到的包上只会贴上Made in France, 或者Made Italy, 而绝对不会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这个标签其实就是贴在外包装上的胶水, 当货物到达意大利时, 它会被死掉, 换上梅塔利, 有些品牌商把包的所有生产环节都放在了中国, 然后运到意大利, 再装上手提包, 这样的话, 包包就算是有意大利血统, 也会被贴上梅林特利的标签, 不只是中国, 全球各地都有奢侈品代工工厂, 这些都是为了节约成本, 举个例子, 2004年瓦伦蒂诺在埃及做西装时, 埃及工人一小时只赚88美分, 意大利工人一小时能挣18.63美元, 同样, 当这些高档西装运到意大利时, 埃及制造的标签也会被死掉, 越南柬埔寨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了25%到30%, 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60美元, 光鲜产品的背后是真正的血汗工厂, 这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又西亚普拉达, 普拉达的继承者, 曾经说过, 现代伪装奢华是很容易的, 你在品牌中加入一些历史细节, 加上一些珍贵的装饰, 那就是奢华,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奢侈呢? 在本书的开篇, 著名时装设计师马克雅各布斯, 曾这样告诉作者, 奢侈品是为了让自己开心, 而非为了他人着装, 好吧, 这本书我就给你解释一下, 明天见。